大家好,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非常多人留言问的一个内容 台湾的一位时尚网红 出席估计在韩国举办的走秀时 因为突然抓住阿宇的手腕不放 而引起了争议 该新闻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 今天在NBC电台也报道了 当天阿宇向镜头挥手后 要离开的时候 这位时尚网红突然抓住了阿宇的手腕 因为突然被抓 阿宇露出了有点慌张的表情 但是网红没有放手 之后在保镖的制止下才放开手了 这影片公开后 先是在台湾引起了争议 该网红马上发文道歉 并表示也向阿宇的所属公司传送了道歉文 而这两天 在韩国的各个媒体也报道了相关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想要拍照的话可以拜托 阿宇又不是会拒绝的人 哎 道歉是形式上的 蹭热度成功了 不管什么国家 网红稍微有点知名度 就会以为自己是抽携偶像 这种人真的很多 这次是保镖太大意的问题 上次是那个海外美妆网红撞肩膀 我只知道阿宇超漂亮 这是这个网红个人的问题 不要做出延伸到国家的那种低水准行为 然后也有手势这样的留言 是没有礼貌 但有那么严重到引起争议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舞蹈太诡异 而让网友们怀疑 是不是跟边无老师吵架了的 大冲击K-POP舞蹈 吵架了吵架了 要不然无法说明 展现出歌词内容是很好 但太逼真了 嘴巴是在笑 但是他们空虚的眼神 让看的人觉得很心疼 曾经横扫论坛的那个舞蹈 歌词是轻轻摇摆 真的把手放在胯下再摇摆 用手擦屁股舞蹈 从第一章就笑出来了 K-K-K-K K-K-K在那边看起来很平凡 有的是为了故意引起热议 才会做奇怪舞蹈的 Nature与Only One of 不是变舞者的问题 是所属公司那样要求的 为了吵话题加风格概念 K-K-K还不错 而且那首歌很好听 擦屁股是什么啦 咔咔咔咔咔咔 所以如果大家是歌手 最不能接受哪一个舞蹈呢 擦屁股 我打过来很明显的 我打过来很明显的 你怎么会做什么 中文字幕——YK